每年好像都有一些这种诅咒 对吧 这个Top20 Top10出来以后 反正都有一些的这个诅咒在里面 大家把信众的这个答案打在做公屏上 把合理打在公屏上 你看我们这个Top1已经坐在我们解说期了 哈哈哈哈 我也是 也不是啊 就我们这种反应过 既然我们第一次录音币玩 是啊 啊 这次的施令对于小凤凰来说 可能有非常多检讨的点 一看就来个王冈 第一名 我肯定是要给AD的Ruler 我的第二名会给到超博的打野拳手小凤凤凰 我的第三位会给到真纪的打野拳手 五中 第四 我这个第四还是要给卡纳卫的 哦 卡纳卫 可以 好 那管哥的第五位 我肯定超卫啊 超卫 对啊 我这超卫一定会进前五的呀 好 管哥第六 呃 我第六位的话可能 会给到还是会给到 高了吗 没有 我也会给上那个9 就是上单位 我觉得还最高的吧 好 那广哥的第7 我的第7 会给Jekyll的幅度来看 他的链接跟猫 都是他非常顶尽的 那广哥第8名 我也是要求Jekyll的一票 我的第8名 因为在整个场合赛结束的时候 我的一阶全票 这个AD位置也可以提升到 那广哥的第9 我的第9包子哥 第10要给上单要先唱歌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数据 真继数据了 不用数据 我就是数据 我京东3比2 真继3比0 你的意思是说 COP 绝对是金继 我也期待 把脸的做到 不看